好,各位好,這邊要介紹的是怎麼樣去看微生物的水 這一杯呢,是裡頭有微生物的水 然後我們準備蓋撥片,還有這叫再撥片 另外還有衛生紙,這用來吸多餘的水 第一步呢,我們現在這個 用這個滴管 我們吸一滴水就好了 那這一滴水呢 輕輕滴一點點就可以 好,像這樣掃掃的一小滴就可以 那下一步呢,我們就是要把蓋撥片給蓋上去 蓋撥片呢,這是一個盒子 那這個盒子呢,底下是凸的 那這是下面,我們輕輕抓著 那如果你怕它 爆開來的話,就輕輕壓著,然後往上抬 這樣就打開來了 上面的海綿墊呢,輕輕拿起來,我們先放旁邊 再來我們就 拿一片這個蓋撥片 好,這一片蓋撥片呢 把它 蓋在這個 上面,那我們看一下怎麼蓋 這個蓋撥片呢,請記得蓋的時候,我們傾斜的蓋 好,就像這樣子 蓋下去之後呢,如果你水 加的太多的話,旁邊就移出來 那這時候就需要衛生紙 就是在旁邊吸多餘的水 那我因為我家的水就剛剛好,所以它水沒有移出來 好,這弄好之後,記得你的這個蓋撥片要把它 海綿放回去 然後呢,再把 這個盒子蓋好 把它這樣放著 所以我現在這個呢,撥片就這樣子 有維生物的水就在這邊就做好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撥片拿去顯微鏡底下觀察囉 好,再見吧